上天 皮肉落地 怎么落地啊 肩颈 找泳泉 最后这个肉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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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脚性 脚变成个大肥脚 啪 地铁一看 骨头呢 喉头一带 喉头吗 喉头吗 一带喉上天 哎 骨头上天 皮肉落地 这叫骨肉分离 有人问骨肉分离 骨肉分离 这就叫骨肉分离 这有什么用呢 比如说你看他来推我 他来一推我 骨头上天 皮肉落地 来骨头上天 皮肉落地 来骨头上天 皮肉落地 这都可以 这是比较什么 比较等于说终极的东西 实际上用他的肩颈找我泳泉 不就完了吗 对吧 用他肩颈找我泳泉 不就完了吗 这就叫落 也叫沉 所以对方来的时候我先沉下去 我的肩先到这种前 我的肩先沉下去 这是第一步啊 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在地底下在脑袋 你看 在脑袋在转 都行 都行 是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松沉 太阳全讲松沉的 松什么 骨头向上就松 爱肉向下就沉 所以骨肉要分离的 你一搭一只肉 骨头这个 骨头分开的 你骨头跟肉在一块 他不就直了吗 他不就使上劲了吗 他不就通过了吗 对吧 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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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了 我开中火 对 Hay 好 走 然后